歡迎回來財經大白話 現在沒選倒數計時 外資也有多空的動向 有15檔是逆勢買潮 到底是哪些 我們問一下子聰哥 對 沒錯 我們剛才就講 你要留意的就是說 現在外資到底在留意 在買什麼股票 我們可以看事實上 從下面來看 像京城科 齊鴻 強茂 季家 望鴻 河童 萬海 台聚 國橋跟大雅 這些股票來說的話 我覺得大致上有一個 你可以看他們買潮 大概都是幾萬張左右 這些股票 目前價格其實都沒有那麼高 我們來看前五名 前五名的話你看 第五名的話買了14000張 這是東河鋼鐵 第四名來說的話 你看是鴻基 他買了16000張 再來買了18000張是齊邦 再來買了24000張的話 大概這個是南亞科 再來第一名的話是新興 有沒有注意到 其實他買了 我們先從這個價格來看的話 價格其實都沒有太高 價格大部分都是落在百元以下 甚至在10塊以下都有 裡面大概也是不拖 我們常常跟大家講的幾個族群 第四季的旺季 你看他買了不少的塑化鋼鐵股 對不對 像東河鋼鐵 像國橋 台聚或是河童 這就是塑化鋼鐵股 這是現在的旺季的時間點 第二個是什麼 他買一些防守型的 像這個鴻基就是防守型的 像這個所謂技嘉 就是比較偏向防守型的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剛才講到的 因為中興制裁的關係 你可以看到他買了南亞科 然後他也買了旺宏 這就是他在賭桌 可能接下來還有可能會被 持續管控的一些 他們這也算是超前部署 2021 對 我覺得某種投資也是 因為我們列舉的是 從9月17號 就是這兩個禮拜 他買了這個標的 他在9月底買了大約